为了让俄罗斯老丈人安心 杨媳妇竟然说谎 我们在青岛买房了 青岛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对于我们来说 不仅仅是因为它靠海 更是因为它承载了 我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生活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俄罗斯人 似乎天生对大海就有一种执念 我们家娜老师也不例外 在家上小米尔一岁的时候 得了支气管炎 还没有完全恢复好 我们就匆匆带着他 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回国 因此落下了后遗症 经常感冒发烧 俄罗斯的医生就建议我们 带小米尔住在海边 这样更加有助于恢复 而且去年婚礼结束之后 我带着俄罗斯家人们 在江苏老家周边旅游的时候 俄罗斯丈母娘一家 对青岛也是念念不忘的 虽说青岛啤酒早就已经享誉世界了 但是这里丰富的旅游资源 也不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海滨城市 但是务实的青岛人 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 所以最终我们决定 离开江苏老家定居青岛 走了我们收拾好了 准备去住我们的房子了 哎呀小米尔 我们去住我们的海景房了 今天我们也即将搬入 在青岛精心挑选的海景房 虽然这次回国定居 我还没有找到工作 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很多 但是为了迎接俄罗斯保障的到来 我还是在能力范围内 特地租下了一套宽敞的四室住宅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租的海景房了 可惜今天天气不是很好 外面啥都看不到 昨天天气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海 但是现在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啥都看不到 哎呀然后小米尔自己把电视开过来了 我们这边租的房子 大还是挺大的 有四个房间 这个是一个厨房 小厨房 厨房不是很大 然后这边有个房间 这边有个房间 这里还有个小房间 这边是个厨房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拥有一个明亮宽敞的客厅 这样的布局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空间 更能满足罗斯老赵人大舅哥和大姨子一家到访的住宿需求 我们就要睡在这里了 一会儿我们帮你沙发 帮你这里 好的 你家的 可以 不过 哪里 帮你随着 帮你随着 好的 好往那里 好往那里 新房子虽然看起来干净整洁 但我们还是决定亲自打扫一番 为她注入更多的生活气息 于是我和娜娜决定一起去超市采购 为新家添置一些生活必需品 我们现在去超市买点生活用品 然后那个房子的话 里面都收拾干净了 咱们还是决定自己买吧 然后娜娜刚才写了一长条那个清单 那是我们要去超市买的 这边楼下它一圈 这个小吃店还没有开门 来走 牛奶碗碗 哎呀我们小面 今天带我们小面袜出来逛街 生活用品在这里 清洁的什么东西 我们打算把我们那个房子打扫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小面袜也表现得异常积极 仿佛要为家庭的生活质量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哈哈 你拿着什么 拿着下 你拿什么东西 消消消消 不可以 不要了不要了 放好了放好了 放好了 我去下你在干什么 我们一家三口同时挑选了各种物品 谭小间家的温馨与和谐已然弥漫在空气中 那到中国来还是离不开土豆 你又买了一大车这个生活用品后做料 采购完毕后 我和娜娜也开始忙碌的打扫新家 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双手 这个家会变得更加温馨 看到家里患然一新 娜娜就迫不及待的和俄罗斯丈母娘视频通话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 为了让俄罗斯老丈人安心 娜娜竟然为我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她告诉老爷子 这个房子是我买的 娜娜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感动 同时也激励着我努力工作赚钱 争取在俄罗斯老丈人来中国之前 能够凑足首付